我们上网的时候 经常会听到有人讲 绝对力量 那万一我们知道绝对力量是什么 学过中中的女人都知道 其实力有三要素 大小 方向 重点 你看 绝对力量其实不是比较大小 但是呢 如果我们改变就 那结果就完全没有了 比如说你看现在 一个人叫凯雄纹 那这里肯定是最重的 对不对 我们说这个人 打一张上纹可能有300斤 但是如果领堂还费别人 那就肯定没有300斤 可能连100斤都不一定 比如说我们改变方向 有些人说他的力气很大 不过我这样一取能取500斤的东西 那请问你这样能不能取人家几个银 当我们改变用力方向 所能发挥的力量会差别很大 可见绝对力量需要有特定条件 还有呢你看 这个多人就是几十斤 我这样的全能 打好300斤 我这样还能打什么 在这个地方你穿到了 打在身上 他的力量会被分散 也就是说受力角度 也会影响绝对力量 那我们人呢 还是知道加速的问题 比如我这么抡一拳 最后打中的时候力量很大 但是从抬手到抡出去的过程中 力量可能发挥不到20% 除非你的体重是他的好几倍 比如他100斤你400斤 但这在现实中是很难见到的 所以你看绝对力量 其实他要满足什么 特定时间 特定方向 和特定的位置 稍微改变其中一个变量 力量呢就没那么绝对 研究结构力的人 我们就不讲绝对力量 我们讲的叫什么 相对力量 就是在那个角度 在那个时间 在那个位置上 我们的力量大于地方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不会去 来举什么多重的东西 也不会说要打多重的杀包 来证明自己的力量 比如说很简单一个例子 我们两个手上脚碰一下 他碰不过我 并不是说 我这一拳有多大的力量 而是他这样发力时 力量会集中在拳头上 但拳头以下的手臂 力量就小得多了 所以只是我在接触的 这个位置或作用点上 力量相对大于对方 这主要是因为 我在运动中保持了结构 那再有一个呢 我们给人结构力量 我们加速时间比较快 一般人发力 力量大概是成抛物线变化 力量慢慢变大 击中目标瞬间力量最大 手到这里到这里 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奇迹你手臂 没有多少力量 而用结构力发力 在极短加速之后 力量不再发生变化 持续到发力结束 也就是途中所示意 这也叫寸进 寸进不是必须近距离才能发力 而是加速时间短 再近距离就能发力 力量会一直持续到动作停止 那时候我们已经完成发力了 相对的力量就大了 再有一个呢 像这样推 如果比绝对力量是这样的 7月1日至2日 跟着33学结构将在北京开班 另有网络课程 有需要者请私信 当我改变推的方法之后 他就推不过我 他只有很容易在推 我往这条方向走 在这个角度上 我的相对力量强过于 他那个角度的相对力量 那就可以了 明白了这个道路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有技术文化 这个过去叫做功力 不然呢 它就是个技巧 被人一看就会 一取就走 改天你再用就不理他了 我们就通过什么 战装 还有这个吸拳 你去在动态中 静态中 发结果力 这样呢 你的动作就很有力了 别人呢 看着他们来 更不要说收循啊 过节